看课本十一页 讲到这里 第二节 佛法的创决者 佛 讲到这里 好 这个创决就是最先觉悟的人 我们有时候叫先觉 从这个娑婆世界 从佛法的开创者 释迦摩尼佛来说 他是第一个觉悟的人 从释迦摩尼佛之后 都是因为释迦摩尼佛而觉悟的 那么如果有不因为释迦摩尼佛而觉悟的 他自己觉悟的 但是他没有佛弟子 没有创建僧团的话 那么一般就叫做辟之佛 那么所以 这里讲到佛法的创决者 创立佛教的最先觉悟的 这个佛 我们说这个佛是简称 应该叫佛陀 西达多 好 那他这里 主要 主要分了几段 一个就是佛 觉悟了些什么 他叫做觉者 佛陀 佛陀是觉者的意思 佛陀是觉者的意思 佛是简称 应该叫佛陀 佛陀是觉者的意思 那就是觉悟的人 那么问题是他觉悟到什么 他所觉悟的内容是什么 那这个是一个 所以佛法一般叫四地 那主要就是两部分 一个就是 真理是什么 就是真理包含说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世间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到到哪一个境界才可以 究竟彻底的不受苦 其实是这样 那么就是 他是 用什么样的机制 它是以什么样的法则 那么才会有现在这样的状态 世间的形成 世间的消失 就是出现一个消失 生命的出现 生命的消失 那么都是依于什么样的原则 那么 而有的 那么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他觉悟的真理是觉悟了什么 所以他觉悟了什么 那么 第一个就是讲这个 就是 所谓的佛 佛的意义是什么 什么叫做佛 佛就是觉者 那么他觉悟了什么 他在菩提树下 他觉悟到什么 觉悟到什么 然后他见到什么 那主要是讲这个 好 那他觉悟什么呢 他这里有讲三个 讲 觉苦 觉热 觉忠道 他 他所谓的觉 这个佛法概论里面 把它分成三部分 苦 苦 乐 忠道 那我们说这个忠道 那么当然一开始是包含 非苦非乐的忠道 就是离苦乐两边的忠道 那么首先是 他第一个觉悟 他要觉忠道之前 就是觉苦觉乐 那么 里面的内容 主要在讲 那么觉察到 世间是苦 那么王公的乐 不是真乐 因为他就他现前的状况讲 他是由年轻 那么又有钱 又是王主 享受着五欲的快乐 那么五欲的乐不是真实的 那么世间的苦是真实的 那么他从这里 那么去出家 从觉悟苦乐 那么去出家 那么出家 在普提树下 正得忠道 就觉悟到忠道 基本上从这三个地方讲 所以他会先讲 他就是说 他是怎么出家的 他出家是因为 苦觉乐 那么出家之后 出家之后 觉悟忠道而成佛 那一般来讲 觉就是觉悟真理 那么忠道是真理 就真理 真理就是更古不变的道理 那么我们叫做法性 法助法界 或者是法慰 基本上是这样 有时候叫三法印 那么通常来讲 佛法的核心 四弟 都不离开中道 四弟 所以忠道 圆起 无我 那么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真理 基本上是忠道 基本上是以圆起来讲 那圆起忠道 圆起四弟 圆起无我 那可以这样讲 所以见圆起即见法 那有人问佛 那么 曲谈你都说些什么 都说些什么 我说圆起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见圆起即见法 法就是真理 见圆起即见法 那么也可以 所以说 那么圆起忠道 忠道就是圆起 那么四弟就是圆起 那么因为圆起 所以是无我 无我 所以是无我 就是圆起 所以正无我 那么这个是他所觉悟的内容 那他这里讲 觉苦觉乐觉忠道 是在觉悟忠道之前 那么了解世间是苦 那么无欲的乐非真实 那么只有解脱乐才是旧经乐 那么了解到这个 那么这个跟中道的非苦非乐 因为中道离苦乐两边 一般的中道离苦乐两边 那主要是主要是这样 那跟这个不太一样 中道就是中正如实之道 中正如实之道 那么离苦乐两边 离苦就是修行的方法 离苦跟乐两边 那么离有无两边 那么离有无两边 主要是有无 离有无有 跟无两边 那也可以说是 从有无两边里面 也可以讲 长断一意 就八部中道 那么离急缓两边 修行的心态 不能太急也不能太缓 主要是这样 但是这里讲的 绝苦绝乐绝重道 好我们继续来看 他的标题是这样 就是觉者到底觉到什么 觉悟到什么 那我们说我们学佛 那么我们从佛觉悟之前 跟觉悟之后 他这里就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觉悟之前 他为什么 就是说 他是去修行而得觉悟的 那他为什么要修行 他是觉悟到什么 他要出家修行 好好的一个人 那么年轻 又是王子 那么也没有病 也不老 也不欠钱 也没有什么不好 他为什么 他到底是觉悟到什么 这么一个优质的人 条件这么好的人 未来充满光明的人 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些去出家 好 这个是觉悟之前 他到底是觉悟到什么 真正的觉悟 那么就是说 他整个成佛的过程 我们看运顺导师的这个 我们看运顺导师的这个 这个写这个佛法概论 讲到佛 那他讲到 比如说他是觉 佛是觉者 好 那就是他觉悟到了什么 他觉悟出家之前 这个如果是觉悟到中道的话 这个如果是觉悟到中道成佛 这个是觉悟到中道成佛 那么成佛之前他又觉悟到什么 他才会去出家 就出家 出家修行 出家 然后修行 之后 才觉悟成佛 那么他觉悟之后 他又做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 觉苦觉乐 这个就是自觉觉他 你看他的 他的 他的标题就这样 我们看 这个佛法的创觉者 觉苦觉乐觉中道 好 那么 后面就有自觉以觉他 就是说 他觉悟了之后 他觉悟了之后 他又做了些什么 就是说 觉悟之前 觉悟之前 他是怎么想的 觉悟之后 他又怎么做的 其实是这样 怎么做的呢 就是也让别人觉悟 自觉觉他 就把自己的经验 不断的去传播 告诉别人 这样可以觉悟 应该要这样觉悟 那么觉悟之前 他是透过 没有人跟他讲 因为他是创觉者 没有人跟他讲 他自己是怎么觉悟的 那么怎么觉悟呢 不外乎是 遇到境界 你要怎么如理思维 如此而已 那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 因为 佛成佛之前的过程 很值得我们学习 你要有这个因 跟这个缘 你才能够觉悟 你之前都不会想 那么你衣服换掉了 头剃掉了 你就会想 那是没办法 那不可能 所以重点是 他是因为他当时 就有一些觉悟 那么他才去出家修行 那么才去获得真正的觉悟 其实是这样 那么觉悟了之后 他了解 必须把这个 把这种觉悟的过程 跟这种觉悟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要让大家都觉悟 那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觉 觉他 所以从这个觉者里面 他就分成这里叫做觉苦觉乐 觉苦觉乐 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讲 从这个觉者里面 这个觉里面 前面是觉苦觉乐 那真正称为觉者的 觉苦 觉乐 这个是世间的 那么 觉中道 那么如果只是 如果只是觉中道 他也是觉者没有错 但是佛陀的这个觉者 之所以他独叫做觉者 跟其他的阿罗汉不一样 是为什么 因为他除了自觉还觉他 所以才被称为佛陀觉者 就变成觉者 佛陀这个名字 觉者是他所专用的 遵从他 第一个 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觉悟的 第二个 他不但自己觉悟 还带领很多的人觉悟 阿罗汉也让别人觉悟 家流头语度了999家 人也非常多 目见连舍利佛也度了非常多 但是跟佛陀比起来 那么都是为不足道 所以 他的重点在自觉觉他 佛陀 所以大圣佛法也是这样 第一个是觉苦觉乐 第二个是觉中道 就是真正称为佛 那么佛跟阿罗汉的不同在于 自觉觉他 就不但 那么这个是应孙导师在 这个佛法概论里面的三个主要的主题 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么他强调的是 他是在人间成果的 这整个过程都是在人间成果的 觉苦觉乐是在这个人世间 觉中道在这个人世间 自觉觉他在这个人世间 所以叫做吉人成果 所以这整个过程 在人间出生 在人间修行 在人间成果 在人间度众生 叫做吉人成果 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佛法概论里面 那看到就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佛法的创绝者 佛这一篇 他主要在讲这个东西 那因为法前面已经讲过了 所以佛跟生 就是说我先把这个 就是这一节里面的一个重点 他就在讲这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 绝苦绝乐绝中道 佛法的创说者 释迦摩尼佛 释迦主的贤人 释迦摩尼是释迦主的贤人 七佛里面有一个用摩尼为主的 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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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是他的种族 我们说过释迦是他的种族 那么他真正他不是姓释迦 后来我们姓释 我们姓释迦是什么 那个出家人都用姓释 那个是道安 那么就变成都是释迦族的 那其实我们会说他是释姓 姓 姓名的姓 那一般我们说姓杜 姓林 姓陈 姓王 不是 那个是他种族的名字 他的姓是姓渠坛 释迦是他的种族 释迦族 就好像我们说阿美族 汉族 这个九族 很多种族 那么这个他是释迦族 释迦族的贤人 叫做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 摩尼是贤人的意思 释迦摩尼 释迦族的贤人 摩尼是贤人 那么迦释佛前面是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释迦族的贤人 贤人 摩尼是贤人的意思 那尊称叫做释迦摩尼佛 觉者 他姓是姓渠坛 那有些就直接让他渠坛 渠坛有时候翻译叫做乔达摩 这个快没有水了 叫做乔达摩 有时候翻乔达摩 那有时候翻渠坛 他的名字叫做西达多 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叫做释迦摩 我们就直接比较讲说 释迦摩尼狗 释迦摩尼狗 这里还有 好 好 那他这里说到 我们来看 这里说到是中印度 加匹罗魏国王子 加匹罗魏国在靠近尼伯尔附近 比较不远 后来他其实 他其实完整来讲 他是一个小国 释迦摩尼狗的国家 释迦摩尼狗他们是一个 一个类似 就是共和国 共和国他基本上是 就是没有国王 他是由 几个人代表 他们投票的议会制的 那很早以前他们就这样了 那 加匹罗魏国 是归 归这个 乔薩罗国管的 就是波士尼国 波士尼王管的 他是 他是乔薩罗国的 宗主 乔薩罗国是他的宗主国 有点像早期 越南 或是 有一些地方是归中国保护的 是受中国保护的 或是中国的 是他的宗主国 类似像这样 那么 加匹罗魏国 加匹罗魏国是 国王 他基本上是 由他们 释迦族里面的 靖幻王 白幻王 那么 甘露幻王 胡幻王 他们共同 共同 就是 他基本上 比较属于 共和国 像 辟薩尼也是共和国 他没有国王 没有真正的国王 就是有一群 一群贵族 那么 负责 那么大家讨论 国家要怎么运作 要怎么什么 这一些 那么 加匹罗魏 国也是这样 那 加匹罗魏 他是归 他主要是归这个 管 归乔薩罗魏 管 乔薩罗魏 是宗主国 乔薩罗魏 的国王 波斯尼 是归 是归 波斯尼 是归 波斯尼王 管 所以才会发生 波斯尼王 波斯尼王 看上 世家族的人 你要派一个世家族的公主 来给我做太太 所以和亲 不然他就要修理他 所以他其实是他的宗主国 他的国家的面积也不大 那么 乔薩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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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有势力的 另外一个比较有势力的 就是摩羯头魏 离得比较远 那乔薩罗魏 就在旁边而已 那么 所以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小国的 王子 那么 因为 王子有很多人 不是 因为 他不是皇帝 跟王子这样的 而是有很多 很多 净万万百万 他们有四兄弟 那么 大家 大家 共同 共同 这个 来 来治理国家的 那 所以 他这个 乔薩罗魏 是他的宗主国 那 他真正 他自己的国家的名字叫做 佳匹罗魏 所以 他说 中印度 那么 这个是我们的说法 那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印度 因为印度当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在佛陀时代有十六国或几国 他并不是 就好像我们说 现在我们讲中国 那么 当时并不是 当时是 比如说魏晋南北朝 那么有所谓的 那 比如说这个 南北朝 那么有很多国家 有七个国家 南边有四个 为其两城 北边有三个 北魏北其北周 那么南边有四个 宋其两城 那么就是他有很多国 他并不是一个国家 但是大家分居 那么印度当时也是这样 那么现在的印度当时是有很多国家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中印度 是用现在的角度来看 就是现在印度中间中印度那边 那么加匹 加匹罗国 那一般我们叫做加匹罗魏 那么王子 像提伯达兜也是王子 阿难也是王子 阿难也是王子 那个都是那些 那些 那些禁汉王 他的父亲是禁汉王 那么他还有兄弟 他是老大 还有白汉王 胡汉王 跟甘露汉王 这王啊 那么 他们这个加匹罗魏国主要有四个 四个王 那就是他们四兄弟 那禁汉王是老大 这个农业社会 所以都用饭啦 牛啦 这些 来表示殊胜 禁汉王 他也是国王 那么 白汉王 胡汉王 甘露汉王 看路放龙 所以王子还蛮多人的 他这是用地 好 那释迦佛的父亲是这个 那母亲是摩爷夫人 摩爷 不过母亲生下 他七天后就死了 他是由姨母大一道抚养长大的 所以他的生母是摩爷夫人 那养母是 养母是 这个大一道 大一道也是难妥的妈妈 那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释迦摩尼佛 好 我们等下看 他说少年时代 享受人间的武艺 他是一个王子 那 释迦摩尼佛 享受的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也起因于他 这个 他出生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进犯王 这国王都会请仙人 就是算命的 来看小孩子的一生 那这个仙人 一般叫做阿斯婆仙人 那有时候请很多人来看 有的时候是请就请阿斯婆 有的时候请很多仙人来看 就是修道的人都叫做仙人 那么有时候请很多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西达多出生的那个相貌 都说这个小孩子 那么有 要是 他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 他出家 他就会成为法王 如果没有出家 他会成为转轮圣王 那阿斯婆仙人 他就肯定的说 这个小孩子会出家 会成为 但是也有说他也是讲两种 但是也有说 这个阿斯婆仙人 讲说这个小孩子 会出家 以后会出家修行 成本 那因为这样 进犯王就从小就担心 担心他以后出家 为什么会担心呢 因为他就只剩这个儿子 因为他太太死了 他没有办法再生了 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说 进犯王已经 那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摩耶夫人 就是这么一个小孩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那所以 就变成这个是他的独生子 所以他就 他就 就是比较在意 如果他有十几个 一百多个 那就不一定了 他现在只有这一个 所以就很担心他出家 所以从小 从小为了避免他出家 因为当时就有很多出家人 当佛陀刚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出家修行 那婆罗门也有出家修行的 婆罗门也有出家 婆罗门有四个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 最后两个阶段就是出家 然后一开始是共住 后来是独住 那就是说 他们一开始是学习 学习之后成家立业 然后之后就出家 然后之后就独住 自己修行 那么游行 那么婆罗门也有 那佛陀时代已经有 已经有反婆罗门的沙门 他就是年轻就出家 那婆罗门也有年轻出家人 但多数都是成家立业之后 才出家去修行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很多沙门的 就出家修行的人 好 那这里 这里说到 少年时代享受人间的五欲 那是因为晋犯王为了怕他出家 那么给了他一切享受 当然小时候他也是读书 怎么样 就五五双全这些 让他过最好的日子 还特别为他盖了三个宫殿 春夏冬三殿 有的时候春 这个就是下雨的时候住哪里 那么天气热的时候住哪里 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住哪里 就春夏冬三殿 就盖了这三个宫殿 就在王宫之外 还在其他的地方 那么盖了这三个宫殿花园 专门供西达多去享受 就有点像现在很多国王王子 有所谓的行宫 你知道 比如说 比如说 以前蒋中正住哪里 住市里 然后在苗栗的样子还是哪里 有一个行宫 在哪里有一个行宫 以前皇帝也这样 就哪里有盖一个行宫 那么 这个金霸王也是 在加比罗魏国的三个地方 给西达多太子盖了三个行宫 就专门让他心情想要去外面走的时候 有可以住 然后那个地方极尽的豪华 那小时候都是给他最好的 因为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太太没有办法再生 死掉了 某一夫人已经死了 生他出来没多久就死了 所以 这个就比较很在乎 很在乎他会不会出家 所以都给他最好的享受 而且为了怕他出家 把王宫里面 把王宫里面 只要是老的病的 年纪大的 长得不好看的 全部都不可以留在王宫 一定要给他呈现一副 人间极美好的这个场面 所以他真的是享尽 荣华富贵 就是捧在掌心的 极尽科富的 这样一直到了29岁 有一些说他19岁就娶耶稣陀罗 他的太太叫耶稣陀罗 他到底娶几岁结婚 这有很多种说法 娶了几个太太也有很多种说法 那一般有的说三个 一般记录的有的说三个 但是他就只有一个儿子 叫做罗侯隆 他娶了太太 就娶了太太 他妈妈是摩爷 那太太太是耶稣陀罗 那也有说他二十几岁才娶耶稣陀罗 不过他29岁出家的时候 他是29岁出家 那么他的儿子是罗侯隆 那个时候罗侯隆刚生出来不久 刚生出来不久 所以他也有可能就是 那么出家以前 罗侯隆应该是没有几岁 也许是一岁 也许是两岁 也许是三岁 我们不知道 就是他没有很多岁 那么儿子是罗侯隆 这个时候出家以前 已经有太太有儿子了 耶稣陀罗 罗侯隆 那这里是简单的介绍 如果真的要介绍 就要看看这个佛本行基金 他里面有从出生 一直到他出家 成佛 就讲得很多 好 我们让你再看 他说29岁 那29岁的春天 忽然不顾社稷与家庭 社稷就是国家 国家民主 那么跟家庭 因为他是王子 一般的人就没有这种 设计的这种概念 因为他不用继承 他不用管理这个国家 那么还有他 他已经有家庭 还没结婚就 就也有 就是他的父母 那已经结婚 还有太太小孩 而且他是有太太有小孩的 那么所以 他不顾社稷与家庭 余臣出家去了 那他后面会讲到他为什么要出家 他是放在后面讲 我们就后面再讲 那么余臣出家就是半夜 在半夜 请禅妥 就是车逆 我们叫做车逆 他先把他的逝者 照顾他的人车逆叫起来 然后让他驾着马车半夜 然后就开那个城门 直接就一直去 半夜基本上就是大概在十一点到一点这中间 就大家都睡觉的时候 那么佛陀跟这个 半夜跟半月 就是说 一般教南传的说法 佛陀跟半月跟半夜 很有因缘 就是月半跟月半 那么比如说佛陀 佛陀承道 佛陀入涅槃 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月半或是半月 那因为南传北传不一样 但是都是半月的概念 就是月半的概念 那么 这个月半就是月圆日 如果是北传 如果是南传 他就是月圆日 都是在月圆日十五 那么如果是北传 他就是在 因为他有黑月白月 那么一个月是十五天的话 假设一个月是十五天 那么半月就是什么 初八 所以比如说佛陀承道路 十二月初八 我们吃辣八粥 那个初八就是月半 一个月是十五天 如果一个月是三十天 那么他就是南传的就是十五 月圆日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日期 那么时间基本上都在半夜 比如说他要涅槃也是半夜 他要出家也是半夜 他要承道也是半夜 半夜见流星 都是这样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他好像就是 都是第一个在时间跟日期上 都是半夜跟半月 那么承道出生涅槃都是在树下 那么这个又有关系 反正我们好像是 不晓得是不是故意的还是怎么不知道 反正就 就都是这样 出家承道涅槃 好 那么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他说 这个 出家去啦 那也是夜半 我们叫做夜半余城 夜半余城 那么从此过着 严谨淡淡薄的生活 一直到八十岁 好 就是从他出家一直到他涅槃 出家修到成佛 都过着严谨 就是扫益之主的生活 因为他出家首先是修禅定苦行 都是扫益之主 后来承道之后也是一样 那么都是这样过生活 那么一直到八十岁 世尊的所以出家 好 好 现在来讲他出家的过程 一中阿寒柔软经 好 这个柔软经是记载 释迦佛 就是世尊跟弟子讲 跟弟子讲 他是怎么出家的 他为什么要出家 可能就是成佛之后很多弟子 他看见这些弟子 有些出家的姻缘 怎么样不知道 然后就跟弟子讲 他当时是怎么出家的 他为什么要出家 就记得在所谓的柔软经里面 好 好 那么 导师 这里有说到 那么 他说柔软经里面说到 世尊到野外去游山 游山其实就是去游览 游远散步 那么通常都是坐车 我们已经说到 这个 释迦佛的父亲 就静万王 在其他的地方给他盖了三个花园 行工 那么 有一天他 他想说出去 因为一直在王宫里面也很闷 他想说要出去走一走 那静万王就很高兴 那么开始先决定日期 决定好了之后 决定好了之后 因为他这个要经过安排的 去哪里 因为这个王子出去要很多人保护 然后那边要安排 要住哪里 疫情人也要 也要跟他保护 而且静万王还特别规定 王子比如说 他15要出去 出一就开始 那么有先导人员 先把路用干净 然后旁边的不好的景象 都要弄好 那些老人病人 穷人死人都不可以出现在前面 都要先派人去打点 打点好了 然后他 王子才迎接王子 让他一路都看见 那么很好的景象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 他这里讲到 直接就讲到去野外游上 顺便看田间的龙人 好 那么这个是他先绝苦 但是这之前 如果照次第来是这样 就是说 他总共出去了 总共出去了四次 那一般会说由四城门 这是其中一种说法 就是由四城门看见 东南西北看见 老病死沙门 但是如果依这个 比较 比如说佛本行基金 那么 或是这种柔软经的说法 他是这样 他是 他已经出城了 那么出城去 其他的花园 去其他的地方玩 那 第一次 在半路上 还没到那个花园目的地 他就先看见老人 因为他从小到大 没有看过老人病人死人 那真的是这样 他周遭里面都没有这种人 如果一生病了 老了 他基本上都不可能住在王宫里面 所以 就是 都给他看见美好的景象 他忽然看见一个老老的走不动的 然后拐杖的 很辛苦的这种人 那么 他还没到花园 他就停下来问 那个是什么人 他说 那个是老人 那么 他心里面就在想 人 人 为什么会有老人 那 年纪大了自然就这样了 他很惊讶 他说 那 那 以后我也会这样吗 是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只要 那么 活的岁数过 他一定会经过老 这个阶段 那么 这个太子一想 一开始 一开始他看到老人是很严肃的 就我们不喜欢 啊 生病的 我们不喜欢看 看生病的 看死人 看老人 就是 就是 那一种感觉 我们比较不喜欢 那太子也是这样 那 后来 这个是第一个老人 他看见老人这样 他若有所思 就是说 他是这样 有两种 就是 他看见老人之后 若有所思 那若有所思之后 就若有所思 就是 有点失落这样 觉得 哎呀 所有的人 很苦啊 因为他看见这样的 然后 后来他就不去了 他就没有心情 因为路边有很多这种老人啊 他就觉得 他没有心情 那 如果一本型基金来讲就是 进犯网都安排好了 一切悬杂人的 都不能靠近太子 那他为什么还能看见呢 这火本型基金说 这个是 犯天变化的 故意要给他看见 那金万王已经都安排了 都有那个四位旁边 那么这些不好的人都不可以给他靠近了 已经清除掉 就是一开始都已经安排好了 但是 如果一本型基金来讲 那就是 犯天 犯天除了情转法轮之外 那么 那么 释迦佛会出家 如果以本型基金的记载 传说 就是说 犯天在这个 情转法轮 情佛说法 跟 让佛 伸出离心 这一部分 他是有很大的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 他变现一个老人 然后让释迦佛 看到 释迦佛就是 就是希达州太子了 后来就不想 就不想再去游览了 不想再去华语 因为他没有心情了 没有心情 所以就回去 那么那么快 出来没多久 就回去 金万王会问啊 这个 旁边有人就跟他讲 金万王 就 就心里面讲 怎么会这样 所以 第二次 要再出去的时候 他就加派更多的人 一定要务必 一定要把那些闲杂人的 就是 他会处罚那些 你们的缺失嘛 你们 已经告诉你们了 那你们没有 你们没有管制好 后来 第二次看见病 生病的 也是犯天变现的 反正 老病死 沙门都是犯天变现的 这个是本行 我本行集经 或佛手行战 佛手行战里面说的 但是 是不是变现的 我们不知道 反正就是 他有这种情形 那么第二次看见病人 也是一样 也是这样 这个 世尊 世尊 就是希达多 也是问 那又是什么人 但是他有一个很重点 就是 他都会想 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吗 就包含 他后面会讲 看见农夫 看见众生受苦 他会发现 是所有的众生都会有苦的 那么就是说 从境界会反思 那么这个很重要 那么第三次就看见死人 就对他的这个 对他的这个反应 就是对于他的这种触动 就更大了 那么 那么 这三次之后 靖范王就是 也修理了他底下很多人 为什么 因为 他认为是那一些负责的人 没有弄好 导致于太子 看见这些景象 心情很不好 后来过了很久 太子都不要出去 那么 看了老病死的人回来之后 靖范王有吩咐 这些宫女 这些年轻的王子 尽量 用武裕 来吸引这个西达多太子 就是 穿着比较漂亮 然后椅子用的比较好 玩乐 这些 但是 从这三次回来之后 因为一次比一次严重 太子对这个武裕都没有兴趣 完全提不起兴趣 因为他一想到 他一想到 这个老病死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 就是说 他看完了之后 他心里面很大的感触 他后来 他后来这样想 我们把它写出来好了 他说 我们说他的若有所思 跟若有所思 他说 见他老病死 而不自观察 四则尼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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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有核心率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看见老病死的现象跟境界 这老病死是现象跟境界 这种生命的现象 而且是苦的 不好的现象 所以 阿含经里面常常讲 为什么会有佛 阿含经里面 佛 这个很常见 佛常常说 世间为什么会出现佛 为什么会有佛讲法 因为世间有三种 不可爱 不可义 不可念 就是老病死 有三种 不可爱 不可义 不可念 有这三种 所以才有佛 如果世间没有老病死 那干嘛要求解脱 不需要阿 就是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所以 我们要解脱老病死 就是生命 生命的现象里面 有这三种 这个不是我们愿意的 因为老的时候 病的时候 死的时候 老的时候 开始很多东西 不再属于你 病的时候也是 死的时候 就一切东西都不属于 你所拥有的 全部没有 老病的时候 老病的时候 你所拥有的 100个 也变成十分之一 少部分 你能吃的东西有限 你能去的地方有限 你能拥有的有限 包括你是身体 都不太听你的指挥 你要提个五公斤 都提不起来 你要咬个花生 都咬不动 你要走远一点 都没办法 甚至要正常大小便 都有困难 那么走一点就会喘 就是说 开始很多东西 本来是属于你的 渐渐渐渐 越来越不属于你 到你死的时候 一切都不属于 就变成这样了 就是苦 就事有三法 不可爱 不可欲 不可念 所以佛才出现在人间 就是才有人想要去解脱 而真的得解脱 这个就是佛 觉者 所以 首先要觉悟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要作为觉者 第一个就是要觉悟 生命 生命 我们说跟生命的悲哀 生命本身有这种悲哀 我们说我们 最主要的生命的悲哀 跟生活的无奈 这个苦主要是这两种 佛法 我们说佛法讲缘起 主要就在讲两种现象 一个是生命的现象 一个是什么 生心的现象 生命的现象 就是说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几 有因有缘世间灭 有因有缘世间灭 缘起基本上就是 因缘合合而生起 就是说 在讲这个现象 为什么会存在 起就是生起 出现 跟出现 我们说它是觉悟缘起 它觉什么 觉悟缘起 生命为什么会出现 为什么是这样的出现 那它又怎么样会消失 在消失之前会经过老跟病 死就消失了 生起出现 然后消失 消灭 灭绝 灭坏 消失灭坏 不现 就不见了 那么基本上 缘起就是在说 所以要有因有缘世间几 有因有缘世间灭 那这个世间是 母运生心世间 是 三界六道的有情世间 是这样 那就是生命啊 有因有缘世间灭 我们看 比如说缘起主要是这两个吧 有因有缘世间灭 那么世间最重要的是 就是急 就是它的因缘积极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那么有因有缘 世间急急 修建嘛 好 那么 这个主要是 有情世间 那有情世间 有情世间 有情世间里面的五蕴世间 这是人 人来讲是五蕴世间 有情是三界六道 六道里面都是有情 但是就人来讲 它是五蕴世间 那有情世间就是生命的现象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生命现象 它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是这样 你是这样 我是这样 不同啊 三界六道 第一说那么苦 天上想那么乐 是谁决定的 是谁决定的 为什么 要解释这种道理啊 那么五蕴世间就是什么 身心现象 我们的身心现象 那六道的身心现象都不一样 那同点的身现象 那么我们 我们为什么 会有生命 那生命为什么是这样的 那下一个生命又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生命以前的前一个生命 又是怎么消失的 那下一个生命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 要解释这些道理 那所以 这个身心现象 的分析 缘起就是这样啊 无明行事 灵色六路 处受爱取有 你看 它就是 它就是身心现象的分析啊 有因有缘世间极 有因有缘世间灭 它是怎么消失的 有因有缘世间灭 那佛陀觉悟都觉悟到这个 那首先要先觉悟到世间是苦 所以苦即灭到世地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 所以你看哦 所以你看哦 不明行事 我们稍微说一下 不明行 就是它觉悟到的真理 不明行事 明色 六路 首 摔 乖 咱 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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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如果摔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那你看 它就是 生死 这里 这里四明 grammar 它就是五蕴身心 五蕴身心 那这个五蕴身心 它会这个是有 它是夹杂的这个无名跟爱 无名所富爱解所戏 感受到这个有事之身 就有无印身心 就是这个无印身心 本身是带着无名跟爱的 那么如果从过去来讲 就是它是一夜而有轮回 一夜而有轮回 就是过去的夜 无名业 那么感得这一世的有事之身 如果从现在来讲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无印身 是夹杂着无名跟贪爱的 无名跟业的 一夜而有的轮回 那这个六路处受爱取 基本上是这个无印身心的变化 身心境 这个身心面对这个境界 产生种种的夜 造作种种的夜 那么这些夜 这些夜又形成 形成 由过去的 现在的又形成 未来的什么 未来的无印身 就有未来的无印身 那么未来的无印身 又有生有死 那么如果从现在来讲 从现在来讲 那么我们累积 就是说这一些造作的夜 那么它会促成我们 又生又死 又生又死 生老死 就不断的轮回 那么这样 就形成一个生命现象 就生老病死 就生老病死 生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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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生 这个有 它当然 这些都是 都是身心现象 这个都是身心现象 这个是身心现象 那么从头到尾 这个无印身 到生老死 这边都是生命现象 那么这样 就是我们的生命 到底是怎么 怎么成为 现在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未来的生命 又会是怎么样子 那么取决于 我们现在的身心 面对境界 面对境界 它是怎么样 一个反应 所以 有时候在这里 说 有时候在这里说 那么在这里就是 无明处 跟无明相应的 那么不跟无明相应的 叫做明处 那么凡夫都是无取印 就是跟无明相应的 那么 阿罗汉佛也有无印 他也有无印 他一样是色受想情事 他也会有处 但是他不会起无明相应 他没有明 他只有明相应处 他没有无明相应处 那凡夫都是无明相应处 那因为这样有杂染 那么才会又生死 那如果是阿罗汉 他一开始有 但后来把烦恼断掉了 他后来没有无明相应处 没有 不再起无明了 他这一生死后 就不再有生了 他就不会相续 生命不会再相续的轮回 其实讲这样 那这个是佛陀告诉我们的 那么他觉悟到这个道理 首先是从苦 从苦来 生老病死 优悲老苦 就是他看见生命 愿正为爱卑里求不得 那么总说 苦苦 所以叫做 纯大苦运进 这整个生命是纯大苦运 都是苦 苦的积聚 好 我们先下课 你们再继续讲